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28日,与模仿引人郭子乾合作直播节目结束后,就将党中央为党提名县市长参选人统一定制的竞选背心送郭留念,导致后续服选没背心可穿。 国民党晚间表示,有台商主动表达赞助意愿,将请厂商加金赶工再致一件给韩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开表示,这次国民党因英权代会所设计的县市长参选人竞选背心,设计以往常用的黑、红配色,改走深蓝色细配黄金色袖子,利落设计,已成不少参选人跑行程标准竞选服装。 但洪孟开坦言,因权代会要统一穿铸造市财设计的各县市长参选人竞选背心,因党务经费有限,这竞选背心又因材质轻巧,稍贵一般厚重背心,当初仅每位县市长参选人制作一件,在该台商赞助下,将多做几件给国民党提名的各县市长参选人,洪孟开说,将联系竞选背心制作厂商加紧赶工, 尽快将加定战袍送到韩国与与国民党所有县市长参选人手中,为选战最后倒数八周天战利。 洪孟开表示,该热心台商还建议国民党中央能不能多做几件不锈参选人自养的背心,给参选人11月24日后可以穿,方便年底选战过后,参选人进升成首长后也可穿住。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左,把国民党中央定制的竞选背心送给一人郭子前,结果自己没有中央版竞选背心可穿。 记者留学圣摄影 分享